不愿意尝试新鲜事物,孤独缺少朋友,在集体中很少说出自己看法,不愿意和陌生人说话,思考方式悲观消极等等,都是孩子自信心不足的表现。 1.父母的哪些做法会打尽孩子的自信呢? 1.不要常常吼叫孩子吼叫,常常是父母跟孩子沟通的方式,都跟你说多少遍了。 2.你还这样做,让你快点,怎么还磨叽? 这些语言暴力,让孩子变得畏守畏畏,不敢诚实,越来越胆小。 2.不要当着众人面羞辱孩子,你怎么这么笨,这么简单的事情都做不好。 众人面前这样一句话对孩子的自尊心是莫大的打击,只会让孩子越来越自卑。 3.妈妈的面相不要太过严厉和权威,有的妈妈比较严厉和权威。 面对孩子的要求,常常直接回绝,我说不行就不行,时间长了,孩子变得不敢自己做决定。 慢慢没了主见,长辞以防孩子会更加自卑。 2.提升孩子自信心的方法有哪些呢? 1.要多和孩子平等沟通孩子遇到不开心的事,父母要让孩子说说自己的想法和看法。 不要批评,不要评谈,久而久之,孩子有什么事都会和你分享,父母就成了孩子无话不谈的朋友,这对孩子的自信心成长大有益处。 2.要多鼓励孩子的没一点进步,有些事不管大与小,只要孩子去做了,或是单独来准了,我们都应该更速夸奖他,有时候爸爸妈妈的一句加油打气,或一个大拇指,比什么林丹妙药都管用。 3.当孩子在生活中做好一件事的情况下,要经济肯定孩子的成绩,放大孩子的优点,这样孩子也会越来越想表现自己,越来越敢于面对更新鲜的事物,自信心也会大幅度提升。 3.让孩子感受成功的体验,可以先从简单的小时做起,让孩子体验成功,进而可以提高孩子获取成功的兴趣和动力。 4.每天对自己说,我能行我能行,这是一种很强,孩子的自信心会越来越强大。 5.孩子遇到挫折,父母及时帮孩子一起分析挫折原因,帮孩子充实信心。 6.让孩子学会独立,从小塑造孩子的独立意识,主动和老师谈话,独立完成家庭作业等事情,家长有时低估了孩子独立性, 6.同时也打击了孩子的自信心,自信是这孩子前进的原动力。 6.我相信只要父母们做到上面这几点,都会拥有一个自信阳光的孩子,反而父母一句随口的负面表达,都可能给孩子带来严重的心理冲伤,让孩子在以后的成长孩子多沟通和多鼓励。 6.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